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局長的任務 交存料 我發生一個對高雄市民很了不起的事 那年SARS 朝日外台湖 SARS這是一個非典型的肺部的傳染病 因為過去,大家也讀到這個病 所以死亡率又高,又很緊張 SARS先從台北來,當然是從國外傳出來 這是一個中國大陸的醫生 從中國感染後傳到香港 他住在美國的路線,有些人被感染 有些對東南亞其他國家去,又對卡拿大去,又對台灣來 當這個SARS,在台北市,當然是風聲後力 所以那時候台北的勢力和平醫院 甚至因為院內感染,都封院,就是自己的封起來 廣東亞也不能處理,外人也不能進去 讓那時候,病人、家鄉、醫護人員在監禁中 當然那時候的衛生署也成立SARS的應變小組 先去北方所有的病醫都投入SARS的防治工作 那時候我剛才強調卸任做一個病醫院 但那時候,宣傳人跟我說 這裡的局長,韓民隆局長,他都不太適合 所以可能SARS的防治工作 你會倒閉上去 所以我後來出任高高平地區的SARS從指揮官 當然那時候,有時候是理營養署長 有任命,尤其我們作為政務院長 派林信義副院長 所以我們在高雄,馬上召集這些收入的大百年的議長 所以我主要跟他們交代表一件事 一件事是,有到SARS的病院,不可以追溯 不可以因為怕,都不會收 因為你不會收,這病院會跑去市區 他跑去靜塑,跑去小間的病醫 又比較害,又擴散越厲害 我們住病院,我們就要防護工作做得好 本來我們的行政人要怎麼防護 不要去感染到 但是不是說因為怕,我們就要受治病人 當然,受治病人一定會造成病院的孫子 不是說說行政人員有方向 其他人如果聽到說,你這裡有一個SARS的病院 大家快出門,招呼了 所以你這個病院的住院裡也會降落 甚至門診釀也會降落 這個來時,我們要替他解決 所以我那時候找高平均局的健保局長李建廷 做會來開會 跟這些大便宜一定說,給你保證 如果你真的受到SARS的病人 你的病人有減少 這個很簡單 用你過期三個月 你的住院量,你的門診量,做標準就好 有檢照的都保證 讓你病院不會有財務的損失 第一,搶轉家,感染的轉家,管控的轉家 對著大家,教大家怎麼做防護 和運內的動性 要避免感染 這都要去做SOP 所以我們在高雄這個方面做到算 不至於有成功 所以後來雖然高雄長根毛修就是SARS的個案 但是沒有擴散出來 無關高雄、榮總 甚至跟總和其他區域級醫生的病人 大家都很會合 跟SARS的疫情在高雄撞掉 譬如行政院也緊張了 本來在高雄要去一間SARS的臨時醫院 去主任選手運動村 也指定民生醫院 要做專門收容SARS的病患的專職醫院 但是這到那裡都沒有影響 就是說高雄前這個SARS的疫情 確實就完全控制了 高雄沒有擴散 所以台南病毒也都沒有來自 所以SARS這個風波到那裡 幾個月之後都過去了 不過這也讓我們學到很多醫護人員 要怎麼保護自己之後又救不了 這很危險 那時候有很多醫院的學生 家長去教育部說 我們的孩子如果在大病院十幾個都要救回來 不能讓他去照顧SARS的問題 這多危險 結果我們的高雄後 竟然犯了一個不應該犯的錯誤 我們的高雄後真的發了一個公文 給各大醫院說 不能讓他學生留在病院實施就對了 SARS期間都不能讓醫學生去接觸 這是一個錯誤的教育 我感覺 我們的教育是 醫療這個工作本來就很危險 我們剛才說 在18世紀、19世紀 很多西方傳教醫療人員來到台灣做醫療工作 很多都死在這裡 那時候台灣的傳染病很厲害 那時候政府幾乎沒有什麼公共衛生的功能 那時候也沒有教學醫院 也沒有醫學研究 可是這些第一線的醫療傳道人員 冒著生命的危險 在那裡照顧我們的環節 對不對 他們的教會都說 都掉掉了 不行 那個所在不一樣 都去做工作 這樣就沒有醫療 就沒有現代醫療 所以我們要知道 醫療關心 就是在一個危險的環境下 但是醫護人員要學習 除了保護自己還要去救人 其實這個道理是很簡單 像一個消防人員 你去到火場 你可能會說 很一樣 我可以去 你是一個警察 治安人員 你要去醫療傷手 你可能會說 傷手有錢 所以我可以去 這都沒有 很一樣 如果你要完成你的任務 就是你平時的分裂 要做得好 所以我們都一樣 我們在教醫 或是說 在這個危險的環境 在這個危險上的環境 你怎麼保護自己 如果你有力氣 這比較是一種好的教會 很困難 所以我們對我們的醫療 我們不可以有一個錯誤 啊 危險的事情不可以去 危險的地方不可以去 什麼地方不可以 你過度保護 到要改變一個 醫療 他要做醫療 他遇到那個 他要處理 他不要處理 他不要救人 甚至連救自己就不會 這是錯誤的 醫療的 告訴我 所以 我覺得SARS也讓我們台灣的醫療 告訴你 要有一個政府的反省 其實全世界 的那個發電SARS的病毒 是一個 意大利的醫療 叫做歐巴尼 他是在越南 救一個台灣的病毒 我們這個台灣的反省 就是一個台商 就是在香港去感染到SARS 他去到越南 做成為他發病 都住了一間法國醫院 做成法國醫院的醫護人員感染 那就是大家緊張 總統在歐巴尼 因為他就是聯合國 派到越南的一個國務 歐巴尼去替我們台商 採取減體 在血維菌下面 發覺 這是冠狀病毒 所以歐巴尼是第一個 通報世界衛生組織 說SARS是冠狀病毒 引起 很有講述的一個醫療 但是他還要 因為救我們台灣的反省 他自己也在這條感染 喪失了他的生命 那些人在感染 一個外國醫生 也是不一樣 要救我們的反省 還要救外國人 他是第一位跟越南這間便衣 隔離之後 脫離SARS陷進 的一個聯合國 派到外國專家 但是他其實不是一個臨床的醫生 他是一個寄生床的專家 所以當他去看台商的時候 他的太太說 這很不一樣啊 冰冷氣啊 但是歐巴尼跟他的太太說 我做醫生 就是當別人需要我還是 我就要在別人的生活中 和他共同打招 來對控這個疾病 幫忙他躲過他的醫療 但是我今天如果不去 這樣我到底才會做什麼 歐巴尼以前做學生時 他就經常去文書 去做理智 他就寄完參加 無疆界醫師組織 無國界醫師組織 這就是一個全世界 全民去最危險的地方 去救人的一個醫生的統帝 包括阿富汗的戰爭 包括現在難民很多的地方 都會有無疆界醫師組織的醫生去救人 我看他就是這個組織的一個領土者 所以他就有那種的疼心和那種的勇氣 知道什麼地方的危險 他也是要去救人 所以這是我相信 對我們的醫藥教育 我們的醫藥教人 這都是一個很好的 給我們學生 給我們團體性的電話 所以在學生教結束到去便利 給我們剛才發生這件事 我覺得這要是一個很特別的紀錄 在這件事 其實我們台灣人 不再不記得 團娘培在我們過期的歷史 是很平常 很時常發生 像馬拉利亞這種團娘培 在清潔的時候 日本時代都也是很多人 犧牲在團娘培 30年我們台灣比較死80幾年 過去馬拉利亞一邊有時候要死一萬塊 所以我們剛才團娘培不是說要走到 什麼事情都沒辦法處理 甚至要逃避 其實台灣是世界第一 脫離馬拉利亞的國家 甚至出台前後 我們台灣的醫藥教育 有法度感應是完全撲滅的 全世界到現在 我們台灣是第一成功的案例 所以在台灣的醫藥教育的人 我們都要有信心 醫藥教育的進步 還有我們的訪問 我們有辦法克服傳染病帶來的恐懼 其實恐懼是因為無知 不知道為什麼用不太恐懼 你如果越了解越白你就有什麼 你做醫生的人 你就是要去跟他了解 研究 看要控制這個病 跟撲滅 這樣你怎麼辦法對你身邊的人 有說明有辦法 但是連醫生跟一家的兒子 你要去救人 所以這是我感覺到 就是 每一個行業 都有他的 專業的這個倫理 還是他的天職 你要討 醫學的人 你就要了解討醫學的目標 蘇聯到底是什麼 所以這是 就這個三者 讓大家很驚慌 順口的一個客戶 沒想到 沒想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